继续说一下王志安的事情 首先呢就是王志安在日本的公司的问题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掘 王志安呢有可能违反了出入国再留管理法 这个所谓的东京风行新闻社 真正的公司商号东京风行诸事会社 那这个公司呢 王志安经常在节目中和推特上面 说自己有个团队 但是这个公司的代表人不是他 而是一个叫做松本玲的女人 经营管理签证发放的意义和目的 就是要让你来日本经营或者管理公司的 那如果他是经营管理签证的话 他应该还有另外一家公司 用来维持他的签证 而他在这家公司应该是属于打工性质 那这是严重的在留资格违反 王志安有可能涉嫌严重的入管法违反 这位就是松本玲女士 说松本玲女士不仅是东京风行诸事会社的实际拥有者 还是东京单向街书店的董事长 单向街书店是松本玲女士和向雷雷女士合伙经营的 向雷雷女士是中国著名访谈类节目 十三腰的日本制作人兼作家许志远的好友 还有一位中国推友 他找到了王志安 在2023年3月19日的发言 他是这个无耻到了一个极致 说国籍现在对我来说非常自由 取决于我先找到哪个国家的女朋友 就是说他不在乎哪个国家 只要是发达国家 加拿大 美国 日本 台湾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英国 德国 随便哪里 只要他能找到那个国家的女朋友 他就结婚 拿到那个国家的身份 他完全就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光明正大的事情在说 发现这个事情的推友 他当然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糟糕 就说请日本的移民局注意 请转送日本移民官 日本的议员已经在看到这个事情了 他是神户市的一个市议员 他一直长期以来就是友好台湾的 他当时看到的是王志安 他说到如果他不能再去台湾 事实上也是 就是他五年之内都不能去台湾 有些朋友说为什么是五年不是更多年 事实上就是说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不需要用任何理由就可以阻止他不喜欢的人入境 他现在告诉你五年之内你不许入境 不代表五年之后他入境是OK的 有些朋友觉得说 那如果国民党或者民众党上台会怎样 其实国民党和民众党也没有很欢迎王志安 这是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共识 就是说欺凌弱势群体 就是嘲笑身杖心杖的人士 这个在整个台湾是不被接受的 无论你是绿蓝还是白 甚至是红 事实上就是说被认为是红统派的 是黄伟哲的妹妹 他都在骂王志安 就是说不管你是蓝 绿白甚至是红 欺凌弱势 这个在台湾是不被接受的 总之呢就是当时王志安说 如果因为这个发言不能再去台湾 对你不能再去台湾了 那然后他说 说没关系 很快就加入日本籍了 这之后我看民进党还敢不让我入关 如果有难度我再加入美籍 我看哪个不实相的执政党 敢不让美国人入境台湾 有些王志安的粉丝 给我留言说 你凭什么说王志安践踏台湾主权 这就是践踏台湾主权 这就好比说这是我的房子 这是我张瑶的房子 某一个人我很讨厌 我就说你不许进我的房子 然后这个人对我讲说 你不让我进你的房子 没有关系 我明天改姓王 或者我明天改姓赵 对不对 我任习近平当祖宗 我改姓习 你是不是就必须得允许我进你的房子了 就是你知道 他在践踏我对于这个房子的主权 就是这房子是我的 不管你姓赵 姓习 姓张 姓王 我讨厌你 我就可以让你不进来 但这个时候你号称说 只要我改姓习 我就能进去 我会说 excuse me 你滚蛋啊 这就是你 这就是说践踏台湾主权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自主 有完整的海关 和国家主权的国家 所以说 就是不管是谁 要进入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境 都得中华民国台湾允许 都得中华民国台湾欢迎 因为它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管你是谁 你进来 你都得主人欢迎你 这就是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那个段子嘛 就是说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就是说一个农民 在乡下有个小茅草屋 对吧 风能进 雨能进 但是你国王不能进 因为这是我的家 这就是主权呢 主权其实就这个东西啊 就是风能进 雨能进 你不能进 因为我不欢迎你 你就不能进 我欢迎你 你就可以进 这就叫主权吗 所以当时这个神户的示意 示意员 他是针对这一段话 王志安的这一段话 他践踏台湾的主权 而且他 他不但是践踏台湾的主权 他其实他同样在说 就是说我想拿日本国籍 我就能拿日本国籍 我想拿美国国籍 我就能拿美国国籍 我再说一遍 这个事情 我以前在台湾的入国籍的 这个事情上 我说过这个话 我再说一遍 获取一个国家的国籍 是特权 它不是人权 什么意思 就是说人家爱给你就给你 人家不爱给你就不给你 人家想给你就给你 不想给你就不给你 没有理由 知道吧 不需要理由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 他拥有这个国家的主权 所以他爱让谁进 谁就进 他不爱让谁进 谁就不能进 他爱让谁有 这个国家的身份 就有 他不爱让谁有 谁就不能有 这是特权 这不是人权 所以王志安 他说的好像说 他想拿日本身份 就能拿日本身份 他想拿美国身份 就能拿美国身份 也很不尊重 他是践踏了台湾的主权 同时也很不尊重 美国和日本 在这个发言的前提下 神户市议员 他先是用日文发了一段 后来他用中文发 说台湾是一个重视 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国家 这里指的是王志安 他的对身杖人士的发言 他是对人权的不尊重 对身为人的权利的不尊重 一位名叫王志安的中国人 发表了愚蠢而令人尴尬的言论 我强烈反对他取得日本国籍的愿望 强烈反对 这位日本的市议员说 强烈反对王志安取得日本国籍的愿望 我打算提供有关这位个人的信息 包括台湾内政部的处置措施 给日本执法机构以防止此类企图 那这个时候呢 还是只是有关于王志安 他对于身杖人士的嘲讽 以及他对于台湾主权的践踏 以及他对于日本的国籍 美国国籍这种手到擒来的这一种态度 那还没有发展到 就是我找到哪个国家的女朋友 我就获得哪个国家的国籍 换句话说 他找一个某国家的女朋友 就完全是为了获得那个国家的国籍 这个东西叫做假结婚嘛 说这个个人可能对日台关系 产生不良影响 我支持台湾国民 将与他们共同行动 后续的这个王志安 他专门针对日本女性的这个发言 认识不认识的朋友 赶紧帮王菊介绍一个日本女生 整个事件爆发之后 他到目前为止没有道歉 没有向他所伤害的身杖人士道歉 那他践踏台湾的主权 也没有向台湾道歉 没有对台湾有任何的表示 那只是说想办法要弄一个 日本女朋友 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 发达国家的女朋友 获得那些国家的身份 这就是王志安 人渣 对 三立跟我要了授权 我昨天直播之后剪辑版的 他要了我的授权 我很感谢三立 愿意传播我的观点 我很开心 那我唯一不开心的 就是三立把人渣的那个渣字逼掉了 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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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安是人渣 人渣 人渣 那我知道这个 这个不是三立 那个有别的原因 这是台湾的 这个司法上面的一些规定 就是你在媒体上面不可以 就是可能是渣 这个渣有什么不对 渣这个词 渣这个字有什么不对 你可以说果渣 你可以说菜渣 你可以说人渣 有什么不对 渣有什么不对 渣很难听吗 渣一点都不难听 菜渣 肉渣 这个 这些东西还能够循环再利用 像王志安这种人渣 你连循环再利用都没有可能 还是请在日本的台湾的朋友 多多的向日本的 无论是普通的民众 社会 还有市议员 大家去广泛的去传播 这个王志安 他的这个 首先他的这个公司 和他的 他的这个申请拘留的文件 是否有欺诈和造假的可能 然后就是 他这种说 全世界随便哪个发达国家 给我个女朋友 我就可以有身份了 这个假结婚的问题 王志安他在事发之后 有一个影片上线 那这个影片 应该是在这个事发之前拍摄的 但是在这个影片 还是把我和我妈妈都恶心到了 然后我妈妈被恶心的 尤其的厉害 所以说我今天这一集 也是替我妈妈吐槽 替我妈妈痛骂王志安 昨天是为我自己痛骂王志安 今天是为我妈妈痛骂王志安 他说 我觉得台湾对于我们这些 异乡人 那游子啊 海外游子 海外中国人 大概那个意思 说他真的就像我们的第二故乡 台湾还是我们另外一份乡愁的寄托之地 我非常非常恶心 这种说法 首先第二故乡 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说法 人们说的是什么 是第二个家 second home 第二个家 没有人会说second hometown 第二个故乡 原因在哪里 第二故乡的意思就是替身情人 你们知道什么是替身情人吗 就是说你的初恋啊 是长这样事的啊 穿白衬衫 短头发 戴眼镜 好比说是我这个形象 然后从此之后 你比如说你跟你的初恋分手了 不幸分手了 家长不愿意 怎么怎么着 然后你之后找到每个女生都是这个形象 都是短头发戴眼镜 穿白衬衫 然后你在你的每个 之后的每个女朋友身上都去找你的初恋情人的样子 这叫什么 这叫替身情人 你出于各种原因 你没有了 你失去了你的最爱 然后你就之后在你的人生中就找所有的别的女人去替这个情人 然后你后头交的这些女朋友 他们真实的样子 他们真实的想法 你是不在意的 你就说我就是需要一个替身情人 我一生都要缅怀我的初恋 所以说世界上是没有第二故乡这个说法的 故乡就是故乡 然后呢你出于各种原因 你离开了故乡 然后你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或许跟你的家有一些相似之处 比如说台湾与中国或多或少 由于历史的后来的各种的原因 政治的原因 移民的原因 有一些相似之处 那或许就像是中国与加拿大一样 就是离得特别特别远 但是不管它是怎样 它都不是你的故乡 它不是你的故乡 这个地方叫加拿大 那个地方叫台湾 它都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日久了 我把他乡做故乡 我把加拿大当成我的家 加拿大就是我的家 中国不再是我的家 甚至有些台湾朋友说 台湾可以是张摇你的第二个家 我很开心啊 我觉得好棒啊 我有了一个家是加拿大 我还有了第二个家是台湾 就是你甚至有人也可以有第三个家嘛 这个都可以的嘛 就是说你家还可以有多几处嘛 但是故乡只有一个 就是你离开的那个地方 你出生的那个地方啊 你童年的那个回忆啊 那个旧的那个东西 就是叫故乡嘛 你要是有第二个故乡 你相当于你在把那个地方 打造成你原来的那个地方 或者说你看的 你眼中看的不是台湾 你眼中看的是中国 你透过台湾怀念中国 你透过一个替身情人的脸 在怀念你的初恋 你是人吗 你面前这个人 你瞅不见吗 他有灵魂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有他自己的样子 他就是他自己 他不是你的替身情人 台湾也不是 你王志安的第二故乡 台湾就是台湾 台湾不是任何人的第二故乡 然后说要寄托他的乡愁 要在台湾寄托王志安的乡愁 他就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工具使 那就跟这个替身情人是一样的 他眼中没有这个人 他的独立性自主性 王志安眼中也没有台湾的存在 那倒是跟国民党挺像的 跟国民党一样 对吧 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小中国 永远的怀恋他失去掉的那个大中国 那你把这些台湾本地人当什么呢 所以我就说就是像我们这些 离开中国的流亡海外的人 你王志安不要代表我们 不要张嘴闭嘴说 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人 你不代表我们 绝大多数流亡海外的人 不像你这样 知道吧 就哪怕流亡海外的中国人 很多是粉红 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人渣 不要随便把我们代表了 我们这些人 大多数人是 把他乡当作 故乡 就是把他乡当作家 没有人说是把他乡 变成故乡的样子 你王志安要把台湾 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样子 你践踏台湾现有的文化 践踏台湾现有的价值 践踏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 我们是把他乡当成家 你要把他乡改造成你家的样子 这个事情本身我还没注意到 这个事情是我妈先注意到 是我妈跑来找我痛骂王志安 我妈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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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 这个事情 我跟大家讲过我家族的故事 就是我妈妈生长的那个 是个村庄 我妈妈感觉到那个时候 还有一些淳朴 那再一个就是 我们老家那个地方 其实原来被日本统治过 就是被满洲国统治过 满洲国大家知道 其实就是傀儡政府嘛 真正统治的是日本人 那然后再加上又有一些 就是淳朴的 乡土的 就一些东西吧 那然后就是我妈妈她就觉得 就是中国共产党 她把很多东西都摧毁掉了嘛 就是乡土的一些人和人之间 很本能的一些淳朴的东西 就没有了嘛 那然后我妈她到台湾之后 她特别喜欢的 譬如说台东 屏东 我妈妈她不是不喜欢高雄和台南 这样的就是城市 就是她就是不太喜欢城市 我妈妈是个很 就是很喜欢乡村的人 所以她特别喜欢台东 特别喜欢屏东 那她就跟我讲说 就是她在台湾 她在跟这些人的互动 跟原住民族的互动 跟屏东跟台东的 普通台湾人的互动 就让她感受到了 她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她就一下子 就让她想 就是回到了小的时候的那种 人和人之间特别淳朴的 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所摧毁的 一种文化的一种互动 她就说她特别特别感谢台湾 就是说 其实我妈很少说这种特别感性的话 其实我都挺惊讶的 就是因为我妈对王志安 特别生气 她就来我这就吐槽 说王志安说了些什么 说台湾是她的第二故乡 寄托她的乡愁 说王志安是多么的不要脸 王志安是多么的恶心 说就是她把 就是像我妈妈这样的人的 那一种怀恋 和一种就是 能够让她想起过去的那种感情 就偷换了 我妈妈是说 说你在台湾 你有这种感情 你比如说我们在台湾的大街上买到韭菜盒子 对吧 就吃到这个就是跟故乡相似的那些食物的味道 或者是就是感觉到那种文化中有相似的成分的那一种怀恋 那这种感情是正常的 但是我妈妈说那是让我很感谢台湾 就是我妈妈说她很感谢台湾 就是感谢台湾能让她想起她小的时候的那一种纯粹的 尤其是农村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很真诚 很淳朴的那种关系 那她很感谢台湾 她不是说要把台湾改造成什么样子 或者说就是她不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工具 一个课题去使用 就是我理解我妈妈那种愤怒 就是她的那种愤怒 一方面是觉得就是说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对待台湾 另一方面我妈妈就觉得她被王志然给代表了 知道吗 就是王志然她把前面那一段 就是很多中国人对台湾都有的那种感情 就是那种熟悉 那种似曾相识的那种东西 她偷走 然后往下走 就是说要台湾要做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中国人的第二故乡 寄托我们的乡愁 他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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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他放屁 就是是 我们的确我们吃到台湾的一些东西 我们有一种怀恋的感觉 但是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台湾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没有要台湾做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们没有要台湾寄托我们的乡愁 我们我们能在台湾感受到那种感觉 我们很感谢 我们很感恩 你要感谢台湾 你你你不是要要因为这个东西 你反倒去逼迫台湾说你应该是怎么怎么个样子 真的是觉得王志然他很糟蹋人 王志然这个人 他真是就是他以一己之力毁掉了我们流亡海外的中国人的形象 王志然你去你真缺德呀 王志然你真不是人呢 流亡海外的中国人 他们很多很多人就像我妈妈这样 他他他去台湾 他感受那个感觉 就是就是就是那是很纯粹的很纯真的 然后对台湾很感谢的很诚挚的一个感情 然后你就要把我们这些人给代表 然后去向台湾索取 而且去去去去逼迫台湾做你的第二故乡 你真不要脸 你自己不要脸也就算了 你还要代表我们这些中国人不要脸 所以说就是我能我能知道就是我妈那个愤怒从哪来 就是他一方面他被王志然给代表了 他就快他快气死了 另一方面就是就是他就觉得不应该啊 你把台湾当什么 王志然你把台湾当什么 我看到有一些台湾朋友说到说有很多很多中国人 就是甚至是反共的中国人支持王志然 有一些人有一些似是而非的 暧昧的一些说法 这个我觉得也不能算是旗帜鲜明的战王志然 但是我喜欢的 或者说是我关注到的那些有头有脸的反共的中国的异议人士 对王志然是非常非常之不齿的 有可能有一些年轻一代的反共的中国人 他被王志然所欺骗 那譬如说刘大胜啊 他们对王志然的认识不够深刻 但是就是说比较成熟的 这个比较有比较有社会阅历的人 他们对尤其是反共的或者是异议的中国人 他们对王志然都是众口讨伐 说他五年内要去台湾 只能把自己绑在解放军的侦察气球上了 反正他们之间也熟 说我去台湾是中研院邀请的学术访问 见人聊天吃饭不做采访 可以备访一切遵守当地法律 这人真是也惯了 以为CCTV就是个通行账 他还在2008年去台湾采访大选 申请的就是专业活动签证 还采访了马英九也受访了 只要签证种类合适 报道大选不成问题 就是很多人他误解说 针对王志然好像有什么特殊的法律的待遇 其实完全没有 只是说他把这个事情闹大了 让政府注意到 就是说如果你不闹大的话 政府也不知道你 台湾政府也不知道你干了这个事 是因为你闹大了 大家才知道你原来做了这个事 那当然按照法律完全正常的处置 有一个人连国民党都看不起他 那这个我还看了一下 就是在最新的王志然的那个影片中 王志然透露的说 包括马英九 赵绍康和柯文哲 有些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 或推称现在不方便 就是马英九 赵绍康 柯文哲都不想搭理王志安 这还是这个丑闻爆发出来之前 所以说连国民党都看不起他 所以说不要在那里牵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的人 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的人 人家有正常的受邀采访的签证 人家一切都是正常的 也不要在那里牵托反共的中国人 或者流亡海外的中国人 我们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代表我们 这是一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的女士 她是在泰国定居的 她也是表示说 选举结果是台湾人集体意志的体现 那你说选举是作秀 是侮辱所有人 侮辱每个选民 王志安说上台是被人利用 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把别人和整个现场贬损的一无是处 被人利用 是满嘴中共话语和意识形态 这个被人利用是典型的中共说的话 就比如说 他就是天天粉红和五毛就说 我是被这个美国CIA利用了 被民进党利用了 就是他无视我是一个成年人 我有自己成熟的观点 我有个做自己的逻辑 我有眼睛会看 我有脑子会思考 对吧 就算我被民进党利用 也是我们互相利用 我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 就算我被人利用 也是我心甘情愿被利用 也是我互相利用 因为我有我的目的 我有我的原因 这就跟在市场上做生意一样 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知道吧 别人从我这拿走了钱 我还拿到了货 别人从我这拿走了货 我还拿到了钱 就是你就是无视说 我们这些人都是有自我判断能力的 有主体性的人 我们出现在某个地方 就算对方有意利用我 那我也有意利用对方 这是一个成熟的平等的 自由市场的交易 说谁谁谁被人利用的 是看不起我们这些人 认为我们这些人没有主体性 然后这个女士说的也很精彩 说得回炉重新学做人 他不是人 他得重新学做人 很多朋友提到说 好多反共的中国人也支持王志安 但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他们支持王志安 都是有一种被王志安迷惑的 这种这个问题 那并不见得说 他们都是赞同一个人渣 就只是说王志安这个人渣 他是有保护色的 我们只是需要不断的去揭露他 那就好像揭露柯文哲一样 就是很多人说那柯粉是不是都跟柯文哲一样 其实很多柯粉不是柯文哲那样的人 那只是说柯文哲他有保护色 他被欺骗了 那只要我们持续的揭露 无论像王志安这样的人 还是柯文哲这样的人 还是黄国昌这样的人 就是慢慢慢慢的 都是能够让很多人 从他们的那个幻想中 苏醒过来的 有一些台湾朋友有一种错觉 大多数反共的中国人 还是支持王志安 就是说台湾政府这么做 好像还是得罪了那些人 感到很沮丧 那我个人没有觉得那个情形那么糟糕 就我所看到的情况 就是说有阅历 有思想 深刻的反共的中国人 总体而言都是反对王志安的 台湾政府在这个议题上做的没有任何错误 台湾人民做的也没有任何错误 台湾人民的反应也绝不是过激的 绝不是不合理的 台湾人民和台湾政府的反应 都合情合理合法 那都没有问题 或许是一部分的反共的中国人 对此感到不理解 那是他们的错 不是台湾人民的错 也不是台湾政府的错 台湾人民 台湾是你们的台湾 台湾的主权是独立的 是完整的 这完全是台湾政府和台湾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来说 这是什么不自由不民主什么什么 这个不人权的 没有那回事情 因为主权 它不伤害到人权 就是你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 没有说伤害别国人权的这回事 这个是这个根本就不成立的 那你们的国家就是你们自己的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让你们的国家 做他的第二个故乡 所有说出什么第二个故乡 第三个故乡的这种人 他都是找替身情人的人渣 那所有的女性朋友 所有的男性朋友 任何人把你当替身的时候 你都让他滚蛋 给他一耳光让他滚蛋 你对国家也好 对人也好 你都是你看这个国家 你看这个人 你尊重这个国家 尊重这个人 你不是透过这个国家 看别的国家 透过这个人看别的人 凡是这么干的人都是人渣 谢谢大家 我还没有那么干的人